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疑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 我也稍微的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将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便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承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